大家好,今天教大家两种锁紧扣的打法 首先第一种猪蹄锁紧扣的打法 猪蹄锁紧扣常用于日常生活中 用于锁住物体 首先将神尔打成这样的一个半扣 副绳拉过来 香蕉形成这样的一个日子 下方神尔形成的同时翻转一下 翻转神尔,使两个神尔香蕉 中间翻转过来 大家请看,一个快速锁紧扣就打好了 这样套住的物体是越套越紧的 非常的实用 试一下效果,大家请看 调整一下锁紧的大小 套住物体的同时 无论物体怎么挣扎,怎么晃动 节点是不发生改变的 越勒越紧,非常的实用 翻转一下,大家请看后侧 牢牢的抓紧,实用性是超强的 拖转任意一根神尔,节点不发生改变 安全牢固 朋友们大家请看 主体锁紧扣,安全牢固 再给大家来一个加强版的主体锁紧扣 也叫蟒蛇结的打法 先从这样的一个主体锁紧扣的同时 拖转一根神尔 向后方,翻转一下 翻转过来,叠加在一起 收紧,收力 调整一下节点,大家请看 此时形成的蟒蛇结比柱蹄锁紧扣更加的牢固 套住物体的同时,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蟒蛇结最大的区别是三根神尔 形成的节点是非常的牢固的 牢牢锁紧物体,非常的实用